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醒诸位 我们是在一个过程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断经验两个事情 一是心中那美好的渴慕 那完美的爱 再一个就是 经历你的限度 你个人的不完美 你能力的不完美 信 它是意志的一个行为 在信心的领域 也就是意志的领域 它需要允许 幽暗的存在 允许不确定性的存在 我们对一个 我们对一位 的相信 无论你对他是坚信也好 不太坚信也好 它总有一些不确定性在 它是你意志的一个选择 这和理智的层面是不一样的 在理智的领域里面 它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可言 也就是在逻辑和数学的世界里头 没有一丝的自由 只有定理 只有强迫 人在数学和逻辑的领域里头 只能被迫地接受 三加二等于五 这个不以你的意志为转折 或者不以你的意志而改变 你不能说 我选择接受 三加二等于六 三加二就等于六了 你必须得接受 这个定理强迫你接受 所以 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里面 也是一样 没有自由可言 人在这里面 只能被迫地承认 被迫地接受 但是 在信的层面 是另外一回事 它给你的理智 留有一定的空间 它给你的意志 留有一定的空间 在爱的领域 也是这样 它总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它要求你去选择 这也是它的特点 你主动地去选择 你选择了之后 这种不确定性还在吗 在 就像 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真的爱他吗 你还会碰到诱惑吗 会的 当你碰到诱惑的时候 你的心会动摇吗 会的 有的人动摇的大 有的人动摇的小 但都会动摇 但是在动摇之后 我们还去选择 你选择 你爱的那一位 这就是真爱了 所以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 你会常常地 经历自己的不完美 常常地经历自己的疑惑 常常地经历自己的不确信 所以 保禄邀请我们 要站稳 在信心上要站稳 为什么 很有可能你还会跌倒 他要我们牢牢地抓住这个毛 旧恩的毛 我们习惯了在数学逻辑的领域里生活 我们在知识当中 我们在知识当中 因为 这个 基础啊 基础啊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 对父的认识 它不是一个逻辑思维的结果 它是启示 它是爱 所以我们对父的爱啊 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爱呢 是一种不完美的 在我们看来 用理性看来 它是不完美的 它是欠缺的 它带着些虚的疑惑 它带着些虚的挣扎 或者是很多的挣扎 但是 我还是在 我还是选择 就像你在这里安静等候的时候 你把自己坐在这里 把自己摆在这里 或者是让自己跪在这里 你选择相信 它在你的心里 所以你回到你的心里 你选择相信 它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你回到自己的生命当中 你去与它同在 虽然有不完美 但 这就是爱的特点 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 请你现在闭上自己的眼 感谢观看 这是启示 这启示的内容是父爱你 他爱此刻的你 用你的生活 用你的态度 阿门这个启示 认同这个启示 接受这个启示 父你爱我 我也爱你 你的爱是完美的 我的爱是充满瑕疵的 但是父 你用爱子的爱爱我 我也要用子爱你的爱 来爱你 我在这里形式一个权柄 就是用子的爱 子爱父的爱爱你 这个权柄 是凭着信而得来的 也是你给的 亲爱的兄弟姊妹 停止你的理智 停止你的思维 因为这是奥秘 这爱的流动是奥秘 让你让你整个的人 安静在这 父子的爱里头 就是圣神里头 分享的与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保持你的思维 感谢你 我感谢你 看 他正在更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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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伯来书》第一章里面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他借着孤生仙仙对我们说了话 最后借着他的子对我们说了话 他表达了自己 他借着自然界的这一切 在表达自己 最终以他的词表达了自己 由于审核的原因 我在这里不能把话说得太清楚 否则这个录音会发不出去 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 我们一定要抽出时间来 去听他的表达 去读他的表达 我们如果一味地去思 思而不学 那你对父的认识 一定会出现偏差 同样 我们如果只是学 学而不思 同样 你也不会对父 有真正的认识 所以 莫斯 他的启示 莫斯 他留给我们的书信 也是一种 操练 也是一种在一起 因为他就在他的话里面 他就在他的表达里面 能够沉浸在他的话语当中 就是幸福 就是爱 他的话 就是他的精神 在你的里面 荡漾着 回荡着 被你活出来 这就是爱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出来 拿着 附留给我们的书信 一句一句的 一个词 一个词的 去默念他 去爱慕他 你的话 是我路途上的亮光 是我脚步前的明灯 你的话语 刚 到我口中的时候 它是苦的 但咽到心里 当它渗透到心里 就变成了干天的 那日夜莫斯 他话语的人 就向那西盘的树 暗示结果 生活是多才多字 少痛苦 在父的家里 我们各种的操练 要全被 不是 只一种 的 天员 我们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